注意了 送這個絕對沒錯 是什麼呢 厲害了喔 厲害了我要公佈囉 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這個送這個 沒話可說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排第一名不好 你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這個超厲害 送什麼 沒錯 就是我們 又見 你們歡迎來到任聖宏呢 我是法帥 沒錯 聖誕節到了 你們現在是不是大家已經開始交換禮物囉 那其實交換禮物是很有學問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禮物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直接變現呢 很簡單 因為你花錢買禮物 把錢變成禮物 而那個禮物呢 能不能送到對方的心坎裡 這就叫心意了 那我們在聖誕節交換禮物的時候 總是想要表達自己的心意 或者是想要惡搞一下對方 這都是交換禮物的價值 那剛好今天呢 我很多網友就是分享給我很多照片 我來跟大家分享幾個 哭笑不得的禮物 以及幾個 我認為2020年最棒的聖誕交換禮物 那我們可以先看手機 第一個喔 這個是新聞上門紅的喔 抽到以為是電腦螢幕 打開 結果是一個 站板 電源線 水盒 再加一個馬桶吸 四個東西組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它也是有用的東西 猜看也有用 但它真的是很酷霸的地方 就是它竟然是用這種包裝 先 苦難人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禮物 的確在今年就是為什麼新聞媒體會瘋傳 就是因為它太有梗了 那讓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哇 重請勿停車的這個牌子 各位注意這鐵座 你知道它有多重嗎 然後呢最好你是開車載這個東西 然後叫你朋友騎摩托車載回去 你看有多 多哭腰 你看有多哭腰 真的是太厲害了 接下來這個 這個也是讓我覺得哭笑不得的禮物 因為我覺得它當下是很有梗的啦 但是就是收到這個禮物 會真的是哭笑不得 為什麼 因為誰會在拉屎的時候 還會想敲一缸高耳夫 到底是要拉屎還是敲高耳夫 都搞不清楚 然後我有把這個圖片拿給我一個好朋友 剛我跟我說 我收到這個禮物一定超生氣 所以它的確是哭笑不得禮物 排行榜頭有的 再來 哭笑不得禮物 前三名 第三名 這是一個特殊的包裝子 為什麼它把它排到第三名呢 因為我認為 它可以包裝任何你想包裝的 不管好禮物 還是壞禮物 但是它是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包裝 不過使用上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的朋友是稍微比較迷信 或有一點機會 可能會不小心觸犯到人家的禁忌 這個要特別注意 第二個這個 肚毛肚肚包 這個大叔的肚子這個包包 送你的女生 只要女生敢用也可以用 但是你知道那個放在地上 畫面有多好笑嗎 我收到這種禮物 真的是會哭笑不得 你知道嗎 而且注意喔 交換禮物 你收到一個禮物 這個東西好與壞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價值 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就是你自己 到底能否使用它這個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能不能轉送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 收到這個 說完我用不到 但我覺得 它明年我再交換出去 是OK的 那像你收到這種 哭笑不得系列 你看 你敢把這個再交換出去嗎 他覺得你沒聘 但是你可以就是 如果你今天 交換的對象是一些 你覺得不OK的 哈哈哈 就送這個 第一名 注意了 這個第一名非常厲害 這是我的一個好同事 他分享給我的 這個東西呢 它使用 不收到會覺得哭笑不得 是什麼 各位 2021年的農民力 真的實用 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可能 當場你可能會變大 而且 如果它是總價值500塊對不對 你送五本 一本一百 送五本 價值一千 送十本 哈哈哈 而且是要越傳統 越好笑 就是那種大韓啊 然後可能書衣書 寫得很細啊 那些 食物中毒那些都有 送這個 好不好 我覺得 這是今年 2020年 消換禮物 哭笑不得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它了 好不好 非常的厲害 跟大家提一下就是 也很常就是 大家哭笑不得 禮物有一個東西 明明是有用的東西 大家都不喜歡 就是收到書 所以跟農民力很像嘛 收到書其實大家都不喜歡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看書 台灣 已經 大家不愛學習了 所以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型的YouTuber 各種知識都會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 好的禮物的排行喔 這個禮物呢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安全的一個牌子 而且它不會掉你的Sense 就是 酒的禮盒 為什麼酒的禮盒 它不會掉你的Sense 因為其實酒是有價值的東西 而且越沉越香 放了不佔位置 要轉送人家也有面子 所以它是一個很安全的牌 所以送出去大部分 哇 送我酒 除非它是酒鬼啦 不然的話 其實送酒是一個很安全的選擇 所以 它列在我的這個 好禮物的排行裡面 好 再來另外一個 這個是多功能的充電阻 這個我也覺得非常的實用 因為它小小的一盒而已嘛 那你可以戴在身上 你知道如果你今天突然說 啊 啊 那我手機是TAP-C 沒得充 這個從你默默的 從口袋掏出來 啊 來 我這個幫你充 哇 你就覺得 你這個人超優秀的 而且這個東西又不佔空間 你把它放到車上 放到包包裡頭 養兵千日用在一起 突然拿出來用 就覺得超好用的 好 再來是這個水養機 那水養機呢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第一個要實用 而且呢 幾乎每個人都用得到 為什麼 而且水養機呢 大家都永遠不會多一台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客廳有房間沒有 房間有廁所沒有 廁所沒有 小房間沒有 小房間沒有 盒子沒有 所以機多送 人家拿來用是很OK 再來 剛講到價值 轉送也沒問題 只是香味的選擇 就是它附送的那個香味的選擇 你可能要選擇就是 沒有那麼平民 沒有那麼常見的味道 柑橘啊 薰衣草 都是玫瑰 都是蠻安全的選擇 好的 接下來 公佈好用禮物 前三排行 第三名 筋膜按摩器 為什麼選這個呢 因為其實交換禮物 畢竟在交換的時候 大家都會帶禮物 你選一個相對比較 新穎的產品 可能對你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而且它又用得到 每個人都用得到 而且呢 這個筋膜也是 這幾年 比較夯的一個產品 所以其實以前是 並沒有這個東西 是這幾年才有 所以 你當你把這個禮物拿出來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跟人家撞禮物 這是一個優點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人家收到要轉送 也是一個OK的選擇 第二名 面膜 為什麼選面膜呢 是這樣子 面膜呢 小小的 不佔空間 而且呢 體積呢 不會很大 而且呢 收到面膜的人呢 不管是男生 女生都用得到 縱使 他平常灰頭毒也沒有在保養自己 他轉送給別人 也很有面子 只是說面膜呢 廠牌你可能要挑一下 你不要挑一些 太沒有知名度的 那你也不要去挑那個 醫美等級太貴 大家不懂 所以你可以挑一個 像我挑這個牌子 MIT的這個面膜 那這個面膜呢 好處就是說 大家收到這個 欸會覺得很有用 那上網去看一下功效 欸 真的覺得這個面膜不錯 他願意自己拿來敷 那就很棒了 那就使他沒有在敷面膜的習慣 轉送給別人 也很有面子 所以面膜 在我心中排行是第二名 第一名 注意了 送這個絕對沒錯 是什麼呢 厲害了喔 厲害了 我要公布了喔 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這個 送這個 沒話可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 排第一名不好 你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這個超厲害 送什麼 沒錯 就是我們 鬼滅之刃 炭自然的公仔 好 這個時候大家就會說 為什麼他憑什麼排第一名 是不是有人會說 有一些人他又沒在看鬼滅之刃 有些人他已經是大人 他又沒在看這個卡通 為什麼要送這個東西 各位 你要知道 炭自然 它是 日本名字 在日本叫 叫什麼 炭自然 炭自然 什麼炭自然 炭自然 喔 他是一個會幫你 賺錢的公仔 炭自然 炭自然 他是也要炭自然 所以你只要送給你朋友 你朋友說 怎麼送我這個 這是今年2020 最流行的一個人物 而且呢 你可以把他擺在你家的財位 可以幫你發大財 你朋友聽得有沒有很爽 喔爽 縱使呢 他覺得 他不想擺財位 他拿去轉送給任何身邊一個親朋友 大家收到都會超開心的 所以這是我會整 2020年 聖誕節禮物 排名第一名 炭自然 讓你炭大吉 耶 好的 那 這集影片呢 希望分享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在送交換禮物的時候呢 有一些幫助 會有一些靈感 那你記得 理清情義重 有時候呢 送禮物也是那個心意的感覺 並不是那個禮物的價值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加分享 我是Gentlemen 法帥人生好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可以 發動 Allan 可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